我現在這碗呢抹一點油 就是不會那個蘸黏這樣子 所以這個可以用這個你喜歡的油或椰子油 這就要不要出來了 這有沒有像餐廳的啦 堅果擺一下啊 有堅果 然後或者是 把它砸碎 葡萄乾之類的 或者是蔓越莓 因為紅色的也蠻好看的 可以給大家看那個老師有做好的工具 對對對 那這是 看一下這個是我們家做的 這是我做的這個薑黃飯 那上面就放一些小番茄 或者是小黃瓜還有香蕉 切一片片白白就很簡單 但是就是五顏六色 很漂亮 有點色又大家的感覺 所以色香味俱全 所以感官的這個喜悅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些人現在越來越重視生活美學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吃的美食 加上這個美的這種環境 跟這個美麗的擺設等等 所以每天吃這些東西呢 就吃得賞心悅目 吃得舒舒服服 所以這樣的吃法就叫蔬食嘛 大家粉絲有想要索取食譜的啊 留言將將將將我們就會把完整的食譜送給你囉 好所以請記得留言喔 說去韓老師的獅房黃金飯 其實很簡單的 講獅房黃金飯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